心脏,看似平凡,实际承载着生命之重任,它是我们身体的原动力,每时每刻都在默默地付出,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心脏不断跳动着,推动着血液在体内循环,为各个器官和组织提供所需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然而,这个至关重要的器官却十分脆弱,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都可能对心脏造成伤害。 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都可能引发关心病,心率失常,心力衰竭等心脏问题。 这些问题一旦出现,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更会严重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心脏都有哪些功能? 蹦血,心脏通过收缩和舒张运动,将血液蹦入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血液和氧气供应。 调节血压,心脏通过蹦血和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调节血压的高低,保持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的血液供应。 代谢,心脏通过蹦血和代谢,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将二氧化碳和其他废物排出体外。 免疫调节,心脏通过分泌多种激素和细胞因子,参与免疫调节,维护身体健康。 代谢调节,心脏通过调节代谢相关酶的活性,参与糖、脂肪、蛋白质等代谢的调节。 分泌功能,心脏能分泌多种激素,如吸纳素、血管生压素等。 参与维持身体内环境平衡。 中医认为,蛇为心脂苗翘。 中医理论认为,蛇头是心脂苗翘,是心脏功能的外在表现。 灵书迈度中营,心气通于蛇,心核则蛇能至五位矣。 这表明了蛇头与心脏的密切联系。 皇帝内经也提到,心主蛇,再翘为蛇。 这进一步强调了蛇头作为心脂苗翘的重要性。 从形态上看,蛇头呈现出圆润、柔软、红色的特点。 这些特点与心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此外,蛇头的灵动、柔韧而敏感的特点也与心脏的生理功能相吻合。 当蛇头出现刺痛、声窗、气泡等不适时,往往提示着心火旺盛。 而当蛇头的活动不佳、味觉减退、言语不灵时, 则可能是因为心窍不开,导致舌头功能受到影响。 对于心脏功能不佳的人来说,舌头往往会表现出一些特殊的症状。 心脏不好,舌头往往会有四种表现。 舌体颜色变红,这通常代表心脏功能出现异常,可能患有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 舌头下青筋突出,在舌头下有一些静脉从正常情况下这些静脉颜色较淡,不会突出。 当心脏功能出现问题时,静脉颜色会变身并突出,这可能是气血预质引起的。 舌胎颜色变白,正常的舌胎应该是大红色且有一层薄的舌胎。 如果舌胎变白可能是体内气血不足,可能患有贫血性心脏病。 舌头颜色变紫,这通常代表血流速度慢。 可能是心脏功能异常引起的,心脏决定寿命。 心脏这个关键的生命器官,它的作用远超过其他任何器官。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驱动血液在体内流动,为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提供必要的血容量。 证实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使得心脏成为生命的源泉。 为我们的活动和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氧气以及各种营养物质。 同时,它也负责将身体的代谢废物和新陈代谢产物运输出去。 心脏的大小与寿命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心脏的大小确实存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如果心脏过大,可能意味着寿命会相对较短。 那么,什么是心脏大小的正常值呢? 一般来说,心脏的左心式直径应小于50毫米。 如果心脏的结构发生改变,比如出现缺血性心肌病。 这种疾病通常是由于供应心肌细胞的冠状动脉发生多殖病变和血管狭窄所导致的。 这种情况下,心脏可能会增大,从而引发高血压性心脏病等病症。 有趣的是,有研究表明心跳越慢的人似乎更容易长寿。 然而,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如果心跳过慢,血液可能会滞留或堵塞,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心率并不是越慢越好。 实际上,正常的心率应该在每分钟60到80次之间。 如果你的心率能保持在每分钟50次左右,说明你的心跳速度适中。 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延长寿命,而且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 建议中老年,别太节俭,多吃这四物,让心脏更年轻。 花生 花生是一种广泛种植的坚果,其营养价值极高,还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花生还富含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E和多分类化合物。 这些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害,减轻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 从而有助于保护心脏免受损害,这些物质可以促进心脏健康,延长寿命。 一项研究发现,每周食用花生四次以上的人比那些每周食用一次或更少的人具有更年轻的心脏。 这是因为花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血管功能,增加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压和血糖。 从而减少心脏疾病的风险,猪肝。 常吃猪肝能够为我们的心脏注入青春火力。 猪肝内含有丰富的辅煤Q10,其含量高达25.1毫克每支。 这种物质对于心脏健康至关重要。 辅煤Q10在人体内可以帮助产生能量,减少氧化压力并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因此,通过食用猪肝来补充辅煤Q10,可以为我们的心脏提供额外的保护。 猪肝还含有丰富的铁元素、液酸和维生素A等营养物质。 铁元素是人体制造血红蛋白的重要物质,可以帮助预防贫血。 液酸则有助于细胞分裂和生长,对于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维生素A则有助于保护黏膜,增强免疫力、杏仁。 多吃杏仁可以让心脏更年轻,这是由于杏仁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A、矿物质等,这些物质对心脏健康至关重要。 杏仁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从而减少心脏病的风险。 同时,杏仁中的维生素A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心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另外,杏仁中的蛋白质和健康脂肪也可以对心脏起到保护作用。 特别是蛋不饱和脂肪酸,如杏仁中的油酸,可以帮助降低血脂和血压。 从而减少心脏病的发生率,芦笋。 芦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它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这些成分对心脏健康都非常重要。 研究表明,经常使用芦笋的人能够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使心脏更年轻。 芦笋富含维生素A、C和E这些维生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缓衰老过程。 同时,这些维生素还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进一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芦笋还含有一些独特的抗氧化剂,如骨光肝胎和锡等。 这些抗氧化剂可以帮助身体抵抗氧化应激,减轻心脏的负担。 同时,这些抗氧化剂还有助于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预防动脉中央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如何保护心脏,延长寿命,控制体重。 保持适当的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可以减少心脏疾病的风险,坚持运动。 进行适量的优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以增强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避免吸烟。 吸烟是导致心脏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 控制饮酒。 饮酒过量会损害心脏健康,建议适量饮酒或不饮酒。 管理情绪。 学会控制情绪,减轻压力,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有助于维护心脏健康。 定期检查。 另期进行身体检查,包括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的检查。 以及心脏听诊和心电图等心脏相关检查,有助于及时发现心脏问题。 两个动作经常做,行气活血,含你一个好心脏。 敲打胸肋。 站立或坐下,双脚与肩同宽,双手握拳,用拳眼沿着胸肋骨方向敲打。 力度适中,避免用力过猛导致不适。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胸肋部的气血。 促进血液循环,揉腹。 平躺或坐下,双手搓热,手心放在肚脐上,顺时针方向揉搓腹部。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消化功能,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心脏功能。 如何防止血管硬化,保护心脏? 试试这套ABCD计划。 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这三个高老庄三兄弟在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真可谓是一路同行,相互助长,扮演着可耻的角色。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预防它们呢? 在这里,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简明A药的ABCD计划, 以帮助您逐一击破这三个高老庄三兄弟。 A,Advice建议,生活方式的改善。 生活方式的改善是预防和治疗的重头戏。 合理膳食是关键,饮食以清淡,以低盐,低脂,低糖,高纤为微原则。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管住嘴,迈开腿。 B,Blood Pressure血压,监控血压。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血压的监控是预防和治疗的重要环节, 及早发现血压异常,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治疗, 可以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C,Colesterol胆固醇,关注血脂水平的变化。 调制达标血脂水平的变化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关注血脂水平的变化,采取有效地调制治疗措施。 使血脂达标,可以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D,Diabetes糖尿病,合理管控血糖,糖尿病是导致。 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合理管控血糖水平,及时进行血糖监测, 可以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